东北属于哪个省? 东北不是一个省,它是黑龙江、吉林、辽宁三省的统称,因其处于我国地图的东北方而得名。 不论是从历史、经济、文化还是从地域省,三省都有着紧密的联系。 东北三省大体属于温带季风气候,但由于部分地区纬度较高,冬季寒冷漫长,夏季温暖而短促,冬季降雪蒸发小,气候湿润,滴滴多沼泽, 大部分在中温带,少部分在寒温带和暖温带,湿润和半湿润。 东北三省地形以平原、山地为主,分布的长白山、新安岭是东北生态系统的重要天然屏障。 三江平原、松嫩平原、辽河平原、土壤肥沃、土层深厚。 松花江、辽河、鸭绿江等主要河流发源这里,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。